科士金句再添一笔 因为北市府正打算 接下来1200元的重阳敬老金 要以靠卡方式来发送 而非直接给现金 不分蓝绿党派几乎都反对 因此市议会决议斩隔预算 而实际上用卡片逼一下就能领钱 有人支持觉得方便 但也有人觉得浪费 每个月提供480点额度 北市40多万名65岁以上长者 几乎人手一张敬老卡 但拿的人多用的人少 从各个方式来看 以敬老卡数位发钱 确实可以节省人事成本 而立长轻松还有转账 虽然长者使用度较高 但成本也多出不少 恐怕光靠已编列的作业费 330万元都还不太够用 过去这个转账的方式的话 还需要人工收集的话 以理干事们的加班费和外勤费 以前每年是编列300到400万 所以还需要额外大概这样的几乎 靠卡发送能省下上百万 成本当然是考量重点 不过站在使用者角度来看 科市长得发得心甘 长者才能领得情愿 TVBS新闻红富华张一科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